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赴外地调研 特别是胡春华和陈敏尔同台现身 更是引发了外界的不少联想 这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 胡春华和陈敏尔两个人 都曾经被外界视为习近平的所谓的接班人 现年56岁的胡春华 是中共政治局当中仅有的三个60后之一 另外两个60后是习近平的嫡系陈敏尔和丁薛祥 但胡春华在仕途上的历练上 要远远胜过陈敏尔和丁薛祥 在中国目前以年龄划线的情况下 胡春华的优势非常明显 胡春华大学毕业后 便来到西藏进入仕途 34岁便升任副部级的 共情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清联的副主席 在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 胡春华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胡春华历来被认为是胡锦涛当年有意培养的隔代接班人 也就是习近平交棒的对象 那时候团派意气风发 大有席卷天下之士 高新先生在夜化中南海系列中曾经披露 很早的时候薄熙来就对习近平发牢骚说 政治局常委里边两个共情团的第一书记 胡锦涛李克强 政治局和书记处里有两个共情团的书记处的常务书记 李源潮刘延东 再加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里的刘云山令计划 岂不是团中央占领了党中央 中共十八大后 胡春华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成为广东省历史上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而广东省的GDP在中国排第一 在经济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习近平上台以后 以反腐为名 在中国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团派的势力遭到了重点打击 特别是在十九大的前夕 习近平对团派的打压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以至于外界认为 习近平召开十九大的前提条件 就是彻底打垮团派 那些曾经在团中央任职的党国要员 被调离权力中枢 封疆大力纷纷被边缘化 除了在人事上对团派的主要干将采取措施之外 习近平还公开批评团派的干部的工作 团中央机关被严厉批评为脱离基层脱离青年 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现象严重 坊间更传闻 习近平就曾在内部批评共产组织脱离群众 高位截瘫四肢麻痹 形同虚设只会空喊口号 习近平对团中央的批评 这不仅是对当时的团中央主要领导的批评 其实也是对近几任的团中央领导的批评 其中就包括李克强 胡春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习近平严厉批判共青团工作的那本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 偏偏选在了十九大召开的前页公开出版 这就是从政治路线的高度来全盘否定共青团干部 以影响十九大的选举 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秦宜志 被调任国家品质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副局长 从党务重要机构的一把手转任政府布局的一个副手 这调整的落差不可谓不大 以往团中央的第一书记在离任后都会得到晋升 空降地方者至少会成为一省之省长 李克强周强胡春华都是如此 习近平这样处置秦一致 这显然不仅是公开羞辱共青团的团中央书记 更是公开羞辱所有的团派要员 当时不少的海外媒体还提到 习近平对共青团干部的警告 不要老想着升官 也不要幻想做接班人 可以想象 有可能成为总书记或者总理接班人的胡春华 作为团派的嫡系 自然成为了习近平重点的阻击对象 就在世界大之后 未能成为政治局常委的胡春华 黯然离开了广东 在次年的全国人大上 被任命为负责农村农业 以及扶贫工作的副总理 胡春华的晋升的路径 似乎和现任的常委汪洋相似 但是他的权力与汪洋相比 已经大幅度缩水 在中共十九大前后 无疑是团派最为狼狈不堪的一段时间 可能连习近平自己都没有意料到 在十九大 他个人集权达到巅峰之后 他的声望却急剧的堕落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更是遭到了党内外的言辞批判 再者 不仅他的国内政策 暴露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就是在国际上 也遭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 习近平似乎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尤其是习近平修宪 恢复终身制的企图 更让习近平成为众师之地 不仅习近平本人 就是他那些嫡系们 也都个个灰头土脸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策略 拉拢团派的干部 以改善他自己的形象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 个别的团派干部的处境 有所改变 这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 当然就是胡春华 早在去年11月 台湾的自由时报 就曾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并发表文章 谈及胡春华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胡春华新头衔加深 再获习近平肯定 这篇文章说 自当选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以来 胡春华已身兼多职 还曾获得中国东北地区 和俄罗斯远东 及贝加尔地区 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 中英经济财金 对话中方牵头人等头衔 最近胡春华再添一个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的 中方主席头衔 另外胡春华还是中国国家 进口博览会筹拜委员会的 主任委员 而国际进口博览会 习近平特别的重视 显然有人把胡春华获得这些头衔 看作是习近平对他的肯定 实际上这些头衔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最多只是增加了胡春华 出风头的机会而已 胡春华能够受到舆论的特别关注 无疑和胡春华以往的那些经历有关 和那个接班人有关 几天前 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多维网 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胡春华的低调和被习近平 为以重任 这篇文章被其他媒体转载 题目改为培养考验胡春华 习近平给难啃的骨头 这篇文章认为习近平将扶贫工作 交给胡春华 是对他的器重和考验 安排胡春华负责农村和扶贫工作 是否是对胡春华的重用 人们自有公论 这里不做深究 无论如何农村农业和扶贫 是一项极为艰巨而困难的工作 而且经常会劳而无功 甚至网上有人还认为 把2020年全部脱贫 这项根本就无法完成的工作 交给胡春华去做 这背后就有让胡春华来承担责任的意图 也就是说 这不仅不是重用 而是随时准备拿胡春华做替罪羊 显然 多维这篇文章的重点 不是在颂扬胡春华 而是要美化习近平 中共当局在利用胡春华的派系背景 来改善习近平独断专行 任用嫡系的个人形象 虽然说习近平上台后 特别是在19弹的前后 团派作为党内派系 从中央到地方的势力大为削弱 但是由于胡锦涛 在中共中的特殊地位 以及李克强 周强等人的存在 团派依然是中共内部 一支重要的力量 只不过团派并不是一个 在人事关系上 有紧密联系的派系 更多的可能是彼此的认同 和情感的基础 尤其是胡锦涛卸下总书记的职权之后 李克强似乎不足以成为 团派的新的核心人物 另外 目前在政坛上的团派人物 只是个体的存在 彼此之间不一定有足够的默契 在这个意义上说 团派已经很难再被看作成一个派系 尤其是团派这些人的实力都很有限 在习近平最为关心的强力部门 如军队警察等方面都没有任何影响力 可以说 这些团派背景的高官 基本上是位高 但全不重 这或许是习近平能够容忍他们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这一点来说 即便最近一段时间 这些团派背景的高官 他们的处境有所改变 但是 由此而认为 团派已经重新崛起 这个还言之过早 事实上 在中共的十九大上 习近平的亲信故旧 完全占据各个要金 习近平已经牢固的控制了党政军大权 在目前大局已定的情况下 习近平或许想修复一下自己的形象 那些所谓被重用的团派大员 只不过是习近平的一个道具 就像毛泽东在中共立国之初 大规模屠杀国民党的军政人员 同时却推出几个投降的国民党头面人物 给予优待 来粉饰他们的整体形象 对于习近平来说 胡春华在这一点上 显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按照多维那篇文章的说法 习近平曾说 扶贫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他把这项最重要的工作 交给胡春华 凸显了对胡春华的器重和信任 当然也有考验和历练的意味 胡春华仍在习近平的考察 培养名单内 这也符合习近平用人五湖四海的标准 多维的这个说法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习近平重用之江新军 重用他在福建的旧部 很多无能之辈 执掌大权 这是人所供之的事情 胡春华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成为习近平的考察和培养的接班人 显然有人在故意的放风制造迷雾 试图堵住天下 批判习近平搞终身制的悠悠之口 从习近平冒天下之大波维修改宪法 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到疯狂的推进个人崇拜 这一切都说明 习近平肯定不会在这个任期结束后交出权力 习近平能否实现他的帝王梦 目前还无法断定 但是习近平至少会连续第三个任期 也就是说 习近平至少会一直把持最高权力到2027年 到那时 60后的胡春华恐怕要为70后 80后的干部让路 只有那样 才能保证习近平可以继续发挥影响力 胡春华接班也只能在梦里了 关于习近平的接班人的迷雾 我准备分三次讨论 这一次先谈胡春华 然后再谈陈敏尔 最后谈一谈习公主习明泽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明知心谢谢各位 再见 小明知心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